台中一位國中少年日前在廟會 繞進隊伍中討藥食物 警方獲報後事前來關心 並太大去超商買食物股腹 學校及社工體系都表示 他的監護人是外婆 但陰暗服刑 少年早已列入關懷個案 目前安置於兒少住宿機構 會持續關懷 一名十四歲黃姓國中生 十八號晚間跟在廟會 繞進隊伍中到處討藥食物 廟方通報台中警方 前來了解 警方表示少年自稱父母在彰化流浪 相依為命的外婆又陰暗服刑 手機壞掉無法與社工求助 只好向人討食 遠景隨即帶他到超商買東西果腹 廟會鎮頭 中間有一名陌生少年 沿途跟著鎮頭在走 警方上前了解 該名少年為十四歲就讀國中 少年就讀的國中表示 這名學生目前已經國三 平常寄宿中途學校 當天為國中會考首日 並非外傳休學 一直是校方高度關懷的對象 其實在學校是被照顧得還不錯 但是放學之後 學家看不到 那他就會經常在外面流連 有時候就是會在便利商店待滿久的 這個也就是令我們很擔心的地方 台中市社會局表示 少年從二零二一年起就被列為關懷個案 目前安置於兒少住宿機構 每月有領取八千多元生活補助 並無三餐不計情形 事發當天為週末返家日 後續會試他會考成績 協助安排高中職就讀 記者 楊明鋒 台中報導